接下來的話,特別注意,第二個動作呢,在程式撰寫前要特別注意要做設定 這個設定的部分的話,請各位打開這個Android Manifest的設定檔案 特別注意,設定檔案的話,我們把它點兩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要做兩個地方的設定 首先第一個就是要做那個Permission 這個所謂的Permission就是許可,就是做一個許可權 那什麼樣的許可權呢?就是你要在這邊,本來是空的對不對? 你要加一個這個Android的叫Permission 這個Permission就是可以Receive,Receive就是接收什麼呢? SMS這個權限,許可權 那這個怎麼加?我先把它remove掉,這個地方可以remove 那Add之後的話,特別注意,第一個請各位找一下 叫做use,就是使用的許可權 這個使用許可權呢?就是當簡訊進來 你有許可權才能夠知道說簡訊有被傳送進來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呢?你是不能夠去做接收簡訊的這個動作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先use permission 再來的話呢?找一下 這邊有很多權限,包含什麼呢?其實就是assess 這個find location,這個就是GPS,Wi-Fi等等的 還有Bluetooth,有很多有沒有 那你大概往下大概到中間吧? Receive,找一下R,那所以大概中間往下一點點 會有什麼呢?Receive,Receive,不是read Receive,往下,有沒有?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 拉桿往下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 會看到有一個叫Receive SMS 特別是有同學選錯我的叫MMS 也不對喔,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那如果你用MS永遠也沒辦法接收到 然後呢?這邊叫Receive SMS 選到之後套用上去,請點這邊一下 這樣就套用上去 第一步就是use permission要有 請你把它safe一下 第二步的話呢?在application,這個地方第二個 第二個頁簽,那這裡的話呢?要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一個SMS Receiver Receiver的這個部分 那要怎麼樣呢?要把它加上去 能夠讓它可以過濾什麼呢? intent,我想上個禮拜有講到intent intent就是說呢?你可以做什麼樣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裡面呢?你還可以去接收Receive什麼呢? 這個SMS的一個action,一個動作 這個是第二個,一定要設定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在做這個動作之前呢? 你必須要再新增一個所謂的SMS Receiver 這個東西呢?本來是沒有的 你要把它怎麼樣?加進來 那加進來的話,特別注意喔 在我們的程式裡面,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是已經有加進來了 我們的程式呢?本來只有這個 SMS的EX 那我這邊已經有加一個 就是SMS Receiver 那這個SMS的Receiver 它是一個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一個叫Pockets Receiver 那我們前面的範例是什麼? 是Extend什麼? Active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Pockets Receiver 不一樣的東西喔 OK,那我要怎麼樣去建立 這個SMS的Receiver 特別注意喔,我先把這個先砍掉一下好了 這個把它砍掉 那我怎麼建立起來呢?其實也非常簡單 OK,把它先刪除一下 好,那建立的流程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這上方按右鍵 新鍵的時候呢 找一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類別 因為呢,我們要產生一個Java的檔案 那名稱的話呢 我比如說給它叫S 這邊的話也是大寫好了 SMS 縮寫好了 RES Receive Receive 這怎麼可以? 不然打一個RE 這樣好了 SMS 底線R OK 那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我們的Receiver 那它的類別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這個類別 我們前面 假設我新增的是Activity 你就要Super類別就是Activity 那不過呢 我這邊是一個Bockets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你在先把原來的那個Java 先把它刪除掉 然後在裡面找一下 你就打一個BR Bockets 有沒有 你打一個BR 其實它就會出來 就會出現一個Bockets Receiver 而且它是隸屬於哪裡呢? Enjoy的Content 那這邊就會出現一個Bockets Receiver 找一下這地方的話呢 就把它點兩下 把它直接按確定就可以 選它之後按確定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直接選它 然後按個完成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它自動幫我建立一個 有沒有 建立一個這個什麼 我們SMS底線R Extense Bockets Receiver 而且呢 它會自動帶出什麼 帶出一個方法 就是UnReceive 就是當我有接收到簡訊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情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建立一個 這個Bockets Receiver OK 那建立完之後的話呢 我才能夠在這個地方 在那個 這個地方 Enjoy Manifest這裡面 假設我先把這個先remove掉 因為這剛剛我已經把它remove掉 那預設的話呢 裡面只有一個 Activate對不對 那你把它add一下 add之後的話呢 找到上面這一個 我要找的是什麼呢 找到的是Receiver 特別注意 它是Bockets Receiver 所以呢 你要找的是一個Receiver OK 那把它找到之後的話 點它一下 按確定 它就會在裡面找一下 我們有的 這個Receiver 那特別注意 Receiver現在出現 在這邊browse一下 然後它自動會去搜尋 你的 這一個專案裡面 有沒有一個Bockets 有沒有找到了 按一個確定 然後呢 記得就把它套用上去 這個時候就第一步就完成 不過還沒完成 還要做Intent Filter 跟Action Intent Filter的話呢 add一下 找到Intent Filter 過濾器 按確定 第二步就完成了 還沒完成 add 還有什麼 Action 第三步是Action 點下去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這邊 哪一個Action 就是Telephone 的那個什麼 Receiver的 SMS 它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在哪裡 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 那請你 其實我已經教了很久了 所以我知道在哪裡 往下 一直拉到底 倒數第七個 一二三四五六 不對 這個 等一下 Action 再一次 點它一下 OK 然後點這邊一下 Intent Filter 往下 倒數第一二三四 倒數第五個 因為這個版本的關係 在那個2.1的時候呢 是第七個 2.33的話呢 是第五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請各位 往下倒數第七個 這一個 其實反正就記得 這個Telephone的SMS Receive 它才可以 它Intent 只能夠 就是 能夠 這個動作呢 才可以被接收到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一次 點它Action 倒數第五個 點一下Action 倒數第五個 在這個地方 SMS Receive OK 然後記得套用這邊一下 點一下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記得把它Save一下 所以剛剛有做了三個東西 第一個 Permission 第二個呢 在建Application之前呢 請你再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這一個 那建的方法 特別是按右鍵 新建類別 它的副類別是什麼呢 副類別記得把它改成 Pocket Receiver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最後再把它Application 建好之後的話 就Intent 這個地方 幾個步驟 把它完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